很高兴来到这里能够有服事的机会 希望我们来到这里对你们是灵性巨大的帮助提升 也要你们看到神的路是最美好的 很重要一点我们是知道神去掌管一切的 在神去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 因为很多人在世界上的时候都是觉得很多困难啊 我们的前路不肯定啊 我们就担心我们的前路 我们就担心我们将来怎么样啊 我们的路程怎么样啊 很多人是这样想法的 心耶稣是生命中一部分 其他部分我需要靠自己来处理 我们就觉得我还有我的生活啊 我的家庭啊 我的个人的问题 我们就觉得我们如果但是跟从耶稣的话 但是好像与神的关系 好像其他部分就还需要自己去处理 我们就没有将神放在生命的每一方面 所以很多基督徒虽然信耶稣很久 他们会看着自己来 家庭的问题啊 情绪的问题啊 各样的困难 就觉得好像两样事情去分开的 我想读给大家看这个经文 二十四篇二十四篇一节 这个电脑我可以但是打经文出来 可不可以 四篇二十四篇一节 你可以跟我读的 我读你跟我读就可以了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二十四章一节 你找到了是不是 找到一起读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瓦 这里说什么呢 地和其中所充满 地所充满包括什么呢 地所充满包括什么呢 这是所有的 钱物啊 财物啊 物质啊 所有的 任何的地方 都属耶和瓦的 然后 你看这里不用看那里了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包括谁啊 包括我们和所有的人 都属耶和瓦 就是说 你看我 不要看那里 这是所有世界一切都属耶和瓦 我的生命属乎耶和瓦 我的生活属乎耶和瓦 我的家庭属乎耶和瓦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属乎耶和瓦的 耶和瓦会不会管你啊 会管你 我想问你 神管你这个世界 例如这些星球啊 这个世界的花草树木啊 神管你好吗 很好 我想问你 人管你好吗 不好 人管你带来什么后果呢 很多环境的破坏 是不是 本来 其实在这一百年之前 还没有这个很多的工业的发展的时候 这个世界很多地方很美丽 但在这一百年一百两百两百年很多很多的破坏 这是人的管理跟神的管理完全不同 是不是 神的管理非常好 我再问你 这个自然界的管理 你的生命的管理 我想问你 你信仰书教有没有感受平安啊 轻松啊 有力量啊 可能有些常常经历 有些有些手经历 但起码有没有经历一部分 或者是神管理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处理罪 不要犯罪 有没有这个经历啊 我想问你 当神帮助我们处理罪的时候 处理负面思想 你觉得神的管理好吗 好 我想问你 你自己的管理呢 不好 我们自己的管理很多时候是 我要做这个 我要追求这个 我要得到这个 所以问题不是在神 而是在什么呢 在人 我们的思想 因为人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所做的 不能建议我们的灵命 这是我用一个例子 一个基督徒信仰书 经历圣灵的感动 去爱主 但看到他的儿女 不听话 就用人的管理方法 人的管理方法是 哇 你不听话 哇 打你啊 或者是 就是小小的怒气 哇 孩子不听话 很不开心 是不是当人用自己的方法管理的时候 就出问题 但如果我们安静下来 神啊 我怎样能够好好管理我的儿女呢 怎样有神的爱 神的平静 神的关心 来到他身上 接纳他 他就会被改变 神的管理的方法很不同 例如有些见证 可能你会听过 有些人 他们虽然信了耶稣 但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悔改 但有一天他悔改 他回家 对他的家人说 对不起 我这么多年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们 我现在真心的悔改 请你饶恕我 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见证啊 他们本来家庭很困难 但当他们被神管理 马上就改变了 是不是 当我们思想 无论是世界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内心的 我们的想法啊 我们的思想啊 或者是我们 对待待人啊 怎样与人相处啊 当我们用神的方法 都非常美好 是不是 当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 就往往发生问题 这样的话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经文很重要 四篇二十四篇一节 这是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其 就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 所有都属于耶和华 我的家庭 我的健康 我的前路 我所做的事情 我语言的关系 我的服事 都是神的 不是我的 我只是管家 我只是管你这些 但我 跟从神的方法的时候 管你就好 我信耶稣之后 其实我 我真的很热心要服事主 但我发觉没有力量 我很想我的家庭更好 但我不懂得处理内心的 不被人影响 我就发觉 我不能保持 保持我所有的 在最好的状态 在四篇十六篇 大卫说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这是神能够持守 当我经历生理之后 我发觉 神就马上管理我 很好的管理 我整个心灵 一夜之间 当这个布道家为我祷告 一夜之间 马上 就被神感动 哇 神这么充满爱 充满恩典 充满能力 祂临到我身上 祂的爱充满我 融进我的里面 当这个布道家 按手的时候 我就说 神这么美善 我就说 神啊 我要祢 真的亲近祢更多 被祢改变 然后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很奇妙的事就发生了 有一天 我打电话 分享一个事情 关于这个经历 经历圣灵 有一个人 他很大的怒气 因为他不介绍圣灵工作 他就发露 挂断电话 然后我就 挂断电话之后 我再打告 就没有喜乐 因为我经历圣灵之后 每一次打告都有喜乐 然后 神就感动我 你要处理 这个就是神管理我 神管理我 我就打电话给祂 但我不能说 对不起 我向祢分享 分享没有错 我的错是什么呢 我的错可能是 我令祂不开心 所以我就说 对不起 其实也不是我的错 但我就是 找方法 怎样去 对祂道歉 我就说 对不起 我令你不开心 请你要输 但他还需发露 然后他发露 之后 我就 他也挂断电话 我就说 我已经处理 但他不接受 这不是我的问题 我就放手 神就提醒我 以后 有这个问题 就这样处理 我就是这样 开始处理 我的 处理与人的关系 就很大的改善 这是不被 不好的人的影响 我就开始 每一天 有什么负面的想法 有什么被人影响 负面的情绪 我就 马上处理 当我处理之后 我的整个生命 就被提升 不但是我自己处理 而且 神也教导我 怎样训练人 教导人 怎样去处理 我想分享什么呢 我未经历圣灵 很大的改变的时候 我用自己的方法 但圣灵充满的时候 神就教导我 用圣灵的方法 平安 平静 有神的平安 喜乐 不被人影响 还需祝福 有什么地方 可以道歉 就道歉 但 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处理 我就看到 我们的生命 好像一个花园 当你有一个花园的时候 你会怎样做呢 你不会让草 随意的生长呢 不会 你会不会让草 随意的生长呢 不会 你会修理干净 是不是 你将这个花园 修理干净 这个花园就非常美好 但如果你有一个花园 但没有管理好 没有修理好 这个花园就可能很丑 不好看 我就看到神管理我这方面 神一步一步的管理 神一步一步的管理 例如我与我的教会的人 服侍的人的关系 同工的关系 我与太太的关系 神就感动我 首先当时我 因为我第一个太太离世 其实我起初是想着 带着一个行李 去宣教 从一个城市 去另一个城市 这个是我本来的意思 但神为我预备 我现在的太太 但当时我要清楚 神就感动我 有一个意念 其实我们 腓立比书阿教十三节 你跟我读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 立即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里面 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神就给我这个意念 你要寻求神 到底是不是神为你安排的 神感动我 我就求神 神啊 如果是你安排 求你安排 如果不是求你大力的拦阻 但神在这个过程 真的要我知道 这个的确是神为我预备 但神也感动我的心 我未结婚之前 我要保持这个婚姻 在最好的状态 我告诉我的太太 到时还没有结婚 我对她说 如果我跟你结婚 我会每一天跟你笑 每一天对你说鼓励的话 每一天安慰你 拥抱你 让我们的婚姻非常美好 这个是神感动我去管你 我的婚姻 也管理我的健康 我就说 当时我经历圣灵 其实就是四十七岁 但神给我十年的时间 去处理我的生命 五十七岁的时候 我开始就是比较自由 但已经差不多六十岁了 但神还是鼓励我 管理我的健康 所以我吃食物通常都去小心 我也尽量多运动 尽量保持我身体健康 这个是管理我的健康 也神就开路 给我西风的机会 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神在所有的事情都掌管 跟我说一次 神在所有的事情都掌管 当我让神掌管的话 事情就变得美丽 我用自己的方法 就会带来破坏 我就真的 我看到没有事情都非常美丽 而且有一点很重要 我看到就是 我有些少的负面 些少的怒气 其实我留意到周围的基督徒 或者是传道人 或者是我自己 如果我有些少负面的想法 不开心啊 烦恼啊 被人影响啊 我就发觉 我就没有力量 就烦恼 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烦恼的 是不是 每一天你会烦恼的事情多吗 很多 但如果我们注目在这些事情 后果是什么呢 就很辛苦 但如果我们注目在神 让神掌管的话 整个生命就变得很美好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神掌管我真的非常好 我就说 神就给我这个意念 其实在雅各书有一句话 说 在一条诫命中跌倒 这就要犯了一条诫命 就去犯了中条 这句话我起初不明白 但是 圣灵就带领我 例如 我们不喜欢某一个人 我们犯怒 或者是些少不喜欢 这个不喜欢 就令我们心情不好 令我们祷告不能专心 令我们服侍的时候 会显着这个人 令我们读圣经啊 释风啊 都有一种牵挂 就没有力量 所以神给我这个意念 就是任何一样罪 就是百分之一有问题 就可以破坏我整个生命 不但是些少 是整个生命 所以我就刻意地处理 而且是刻意地每一样事情 都照在神的手里面 我要做什么 我怎样做 我的处理是不是好 我感谢神 神给我这个太太非常好 我们都是很多鼓励的话 但同时 他也给我提议 他很有观察力 他看到我什么地方不好 我说的话有些什么不好 他不会马上告诉我的 他过后告诉我 然后我就去处理 我就发觉 这个是神使用我的太太 也使用圣灵感动我 整愿处理我整个生命 当我这样将生命 完全地献给主 神就提升我 一步一步 很多的教导 非常的好 我现在分享一些 我想鼓励你们 为什么呢 我想鼓励你们 相信神掌管的最好 要你将主权交给神 你整个生命就变得更美好 我们自己掌管的 不会很美好 有些意念 我从来以前不会想到 例如这个教导 轻松得胜 很简单 活在神的爱中 神的计划 神的供应 然后处理生命 所有负面想法 所有的罪 所有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这些我不被影响 然后我就可以 接触圣灵果子 或者有西风的果子 很简单 你们也可以 这个教导很简单 你每天 神爱我 神看重我 然后所有垃圾处理 然后你就可以 开始被训练去祝福人 我知道你们每个时间不同 你们有空的时间可能不多 但如果你说 神的这个时间 我愿意被你使用 我愿意来教堂 接受牧师 师母的训练 教导 我愿意参与服侍 你们有很多学生来到 你们如果处理生命 活在神的爱中 你来跟这些孩子分享 有些是年轻人 有些是年纪比较大的 你分享 然后你看到他们改变 你的生命就被提升 你就 这个时间 本来你可能是看电视 本来可能是玩 但你让神掌管 你让神给你这个爱心 你帮助人的时候 例如我们来的三个姐妹 其实我们在香港 还有其他的服侍队 我离开他们讲道 他们领敬拜 他们所有来的人 他们都服侍 他们可以完全的管理 两个聚会 这个是他们处理 他们的生命 受训练 他们就能够管理 我们的聚会 这个是我放心 让他们去管理 神也提升他们的生命 这是因为他们 让神掌管他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反省 我们的生命 需不需被神掌管 这个教导 就是说 活在神的爱中 然后处理生命 所有垃圾 所有负面 然后我就可以受训练 侍奉神 是很简单的 另外 神给我一个教导 非常好的 这是 发扬神属性查经法 和讲道法 发扬神性情 神属性 发扬神属性 这是说 我讲的话 讲的道 都是讲道 神的美善 祂的美好 我用一些例子 当这个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的妇人 他有一天来到这个井旁 看到耶稣 他的耶稣的 耶稣的机会 已经认识他的 耶稣知道这个妇人 曾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 只是圆同居 耶稣知道她的生命 很破坏 他知道人就是这样的 但她来的时候 耶稣用很好的方法 耶稣不许说 你是个犯罪的女人 你要悔改 耶稣不许这样 耶稣说 你若找求我 我就给你这个活水 然后她说 然后谈这个活水 然后这个妇人就好奇 什么活水了 耶稣就讲到这个活水 然后后来就讲到 敬拜 然后耶稣就说 请你叫你的丈夫来 耶稣不是用一种 强烈的方法 你犯奸云 没有 请你的丈夫来 她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很轻松地说 我知道你没有丈夫 你以前有五个 但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这个女人就很惊奇 但耶稣的方法 没有出入她 耶稣没有令她不舒服 耶稣要知道她的罪 但耶稣用的方法去接纳 你找求我 我找 找将活水给你 然后这个妇人就很惊奇 她就告诉其他人 他们来听她 在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了 很多时候我们暂时看这个内容 但其实里面看到神的属性 什么属性呢 第一 神知道我们的生命 祂是无所不知 祂知道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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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生命都知道 祂知道你的刚强的地方 祂知道你软弱的地方 第一 无所不知 第二 祂知道之后 是不是很想就去定罪了 其实耶稣知道世人都犯了罪 如果祂要定罪 祂来到街上 每一个人来到 你有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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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来到每个人身上 面前 都是能够说一些话 另一个人觉得被看中 就是他里面有一种看中人的心 体恤他们的软弱 接纳他们 也告诉他 你有机会 你可以得到这个活水 这是说他给他机会 所以 第一 耶稣凡事都知 祂知道万人的信 但同时祂接纳每一个人的情况 祂关心我们的情况 祂用祂的机会 诊验去帮助我们 这个第三个属性 祂有机会 祂记得怎样 而且祂有能力 所以当我看这个经文 我会看到什么呢 神记得我们的心 然后祂会体恤我们 用任何的方法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 然后提升我们 然后神能够有这个能力 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就看到 每一个经文我看到是 神很温和 很柔和 有爱 同时有能力 同时是圣洁的 祂并不是说这个妇人所做的是对 不是对的 祂很圣洁 但祂能够用温和的方法 所以我们看到 神管理这个 撒玛利亚夫人的情况很好 然后就带领整个城市 很多人就信了耶稣 我们就看到 原来用耶稣掌管 是这么美好 我再用其他的经文 因为我有些经文 都曾经用过 我现在用其他的经文 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过 人心也未曾想过 这个经文的确是真实的 我想问你们 你们有多少人 当你信耶稣之后 跟从耶稣之后 你经历到你意想不到的恩典和帮助 你有的话请你举手 感谢神啊 你们都举手 我告诉你 我经历真的很多 是神的恩典 我是贫穷出身 但神给我这么多的学习的机会 然后神给我很多的教导 也给我健康 也给我很好的太太 给我很多机会 我都觉得是 我们没有想过 然后这个经文看到 神的什么属性 这个发扬神属性查经法 和讲道法 我希望我们都用 我们讲什么经文 都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这个经文看到什么呢 神知道谁爱他 是不是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 首先他知道谁爱他 什么意思呢 他知道你的内心 有多少去爱他 他知道你的内心 有多少爱他 他知道每一个心 他知道我的心 他知道你的心 是爱他的话 他就非常的高兴 他就会为你预备极大的恩典 首先他知道 然后他会欣赏 他会放在记忆里 他有好的记忆力 然后他会赏赐 这几方面 其实每一方面都可以发展 发挥的 就是说他首先知道 他知道最好 他会放在记忆里 他有很好的记忆力 神记得我们所有的一切 如果我们都去跟从神的话 你整个生命 神就有很多东西都放在记忆里 他就会说 他的一生都去专心爱我 神放在记忆里 你就一生蒙福 因为他会为你预备 是你眼睛未曾看过的 然后他知道 他欣赏 然后他就会想见 首先他有这个能力赏赐 例如如果我想帮助你 我帮助你的地方有限的 我能够来到这里 或者是可能传一些信息帮助你 但我不能帮助你生命每一部分 但神有能力 整个生命提升 神在我生命 整个生命都提升 很多方面 我感谢神 而且是我意想不到 我想也想不到 真的我的太太给我的智慧 她给我的提醒 我觉得非常好 帮助我能够很小心听人说话 观察人的话 人的态度 留意他的心情 怎样呼应他 这个给我很大的帮助 结果这是神为我预备去 我没有想到 这是他有这种力量 还有他的想象力 神的想象力很好 他知道你需要什么 他能够想象一些东西 你没有想过的 我告诉你 我小的时候 因为家庭吵 常常骂我们 我小的时候 是常常做噩梦 梦游 最严重的时候 我打 在梦中做一个墙壁 然后建造了 发觉自己在里面 我就很怕 我就打 这个墙 这个墙去在外国的 去很薄的 我就打穿这个墙 这个我以前是这样 有大的压力的一个人 但神可以接我家早 轻松得胜 哈利路亚 耶稣爱我 我不会死掉的 神会有很多恩典给我的 不要紧 不要紧 什么都不要紧 我信靠神 亲近神 知足神 神必定凡是祝福 就给我很轻松的改变 整个生命很大的改变 这个是我小也想不到 我小的时候很少会笑的 因为我的家庭常常都去吵架 打、骂 但我信了耶稣 经历圣灵之后 神就给我去洗笑 我想说 神为你预备 也许你没有想过 你怎样能够领受这个恩典 首先 信靠神 因为祂掌管一切 你信靠神 你说神啊 你必定有能力 你去知道一切 你有这个能力 你也有这个想象力 能够预备最美好的 其实 关于神的想象力 祂的创造力 我们可以看到 美丽的花朵 蝴蝶 飞鸟 真的 各样的颜色 是你不能想象的 穿衣服 你不会好像很多飞鸟 它们的颜色放在一起 好像红色跟绿色一起 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美丽 但神的创造的飞鸟 有红色绿色放在一起 非常的美丽 很奇妙 神的配的颜色 是我们不能急的 而且祂能够做的材料 这个飞鸟上面的羽毛的颜色 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完全不同 是有荧光 荧光很奇妙 所以神也可以在你身上 要你发出神的光辉 我甚深的体会是什么 神是基督的美好 祂掌管一切 没有人能够逃脱 没有人能够逃脱 你完全地跟从神 你今天晚上开始 你说神你掌管一切 而且你为心里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是最美好 你的以后的生活 可以完全地不同 当你献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讲给我们 这次经文我都看到很好 例如这个经文 有刚刚我说的这个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献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讲给你 看到什么神的属性呢 祂的属性是 祂知道谁献求祂的国 你怎样爱神的看重神 神知道 神知道 神知道祂会放在记忆里 祂有很好的记忆力 祂会记念 然后祂有权柄 将所有的一切赐给你 你所需用的一切 祂有能力赐给你 将你的生命提升 当我们献求神的国 神的国包括什么呢 就是首先你想更多人信耶稣 第二 耶稣做王就是神的国度 我想问你 基督徒的心是不是完全被神掌管呢? 基督徒的心是不是完全被神掌管呢? 应该是 但是实际上 不是 如果有人真的要神完全做王 这个人是蒙福的 是神知道的 神喜悦的 但我想问你 你很多的决定 你是想自己还是想神呢? 应该是神 但其实很多我们的决定 我们不喜欢这个人啊 我们发怒啊 我们想的是神还是自己的 那时候我们 其实一个基督徒 你常常都是想神的话 必定看到 但你常常都是要神做王 神感动你做什么 你就顺服的话 神很喜悦 你的生命也会必定有 显露出来 神是知道的 你的心是不是让他做王 他做王的地方就很美丽 在任何地方 神做王 这个地方就变得美丽 就好像我整个生命就变得美丽 你的生命也可以变得越来越美丽 整个生命被提升 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所以神有供应的能力 不是说我不做工 我们都做工 但你做工的时候 未必能够赚到你想要的钱 或者是你有钱 未必有平安喜乐 有神的喜悦 但神真的可以祝福 我很简单的分享 我在以前在离开香港的地方 因为我的第一个太太不能吸引香港 在那个地方 当时想找工作很困难 我想找医院做愿目的工作 支持我在家会的服事 也支持我家庭的需要 当时我去读这个愿目的课程 我读的时候很忙 都没有时间去申请 到最后一个星期 我就去申请 因为当时在唐人佛 有一间华人的医院 我就去打电话去 打电话去很奇妙 他们说 我们已经有愿目了 不需要请愿目 我说我跟他谈一谈好不好 他说好啊 我就跟这个愿目谈话 这个愿目说 你也是想做愿目 我还有两个星期 十一天我就走了 那我说 你可不可以跟你的上司说 我想申请 他说好啊 他就告诉这个上司 是不是 上司 然后我就申请 他就马上请了我 其实如果我找一个愿来 打电话来 他们会说 我们还有这个愿目 我直接打来 他们说 我们已经找了人了 我就是当他还有十天 我就打来 这个是神的预备 神要感动我 我之前很忙 然后当天你要打这个电话 我不知道 我就是想打 就打 其实就是神要我打 马上就成就 这个我是说 神掌管一切 包括时间 这个是神的能力 他真的掌管一切 所以呢 我们跟从神就很轻松 我自己跟从神很轻松 无论去到什么情况 我都去到神的供应 神的帮助 那刚才我所说的 你献出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就是你 想更多人信仰说 也让神做王 然后献出他的义 什么意思 你尊重所有神的吩咐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神就祝福你 那你怎样做呢 你就去说 神啊 我要你做王 不需要你有很多的才能 只要你用时间亲近神 你多亲近神 神的同在在你身上 多 一下子我会为你们祷告 你经历到圣灵的同在 你回家用更长的时间祷告 你想到祷告 不要想到去工作 好像很多话要说 你想到去享受神 啊 感谢耶稣 耶稣真好 宣告神的爱 神在爱着我 神在陪伴我 我们也回应神 敬拜神 感谢主 赞美主 我爱你 我倚靠你 爱神 也相信我一边爱神 神很喜欢 神一边 我们广告说 他笑道 见牙 不见眼 你们有没有啊 笑 耶稣撒了 见牙 不见眼 这是 因为圣经说 如果有人爱他 他必定 将他 使他 尊贵 将他放在高处,神必定知道,我们不能逃脱,但很多基督徒以为能够逃脱,以为说,我有我的享受,我最求的,这个对我最大的帮助,这些都是没有问题,你享受没有问题,但你享受,其实我跟我的太太都喜欢去巨岸街,去散步啊,拍照片啊, 我都很,一边走,我一边赞美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边欣赏神,我做什么我都想到神,神就喜悦,神就祝福,神也印证,用各样的方法印证,神喜悦我所做的,我很感谢神,很感谢神,我献出神的国,也让神做王,处理我的生命,让神做王,我的生命更好,我的心想,我的情绪更好, 我的朋友更好,我的师父更好,我的前路更好,比我自己更好,我为经历圣灵之前,很多压力,以前不懂得处理,因为有同工批评,我就整天很大的压力,但我现在有圣灵充满,我随时,哈利路亚,神的喜悦就充满我,所以神掌管我的生命很好,但我让祂掌管, 所以第一步,让祂掌管,到亲近神,在享受神的时候,神会感动你的,会对你说话,你的生命就改变,然后你就说,教会有什么需要? 其实这里,常常有学生来,你们有空来,首先跟牧师、世母学习怎样,与他们沟通,与他们谈话,然后你跟他们谈话。 当有人分开一个一个谈话,很好,好很多。我们这几天三个姐妹,跟你们沟通,你会不会觉得更个人性啊?有没有啊?更个人性回应你的需要。 当有新人来到,有人个人性地辅导他们,与他们沟通,也为他们祷告,受过训练之后,他们更容易信耶稣。 耶稣说什么?无论何人,只把一杯凉水给着小姐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气。 经文看到什么神的属性呢?这是神知道我们所做的,神放在记忆里。 另外是,神必定赏赏。他看到你所做的小事,他不会说,这是小事不要紧。神不会这样说。 他会说,一杯凉水,我也必定赏赐你。你能够做吗?一杯凉水?能够做。 两杯,两杯呢?可以。可以了。那你去照顾人呢?微笑,微笑,可不可以啊?可以。 你也可以鼓励自己。不许骄傲。刚才我照顾这个人,神很喜悦。 这个对我们鼓励,是用圣经的鼓励。不许骄傲。不许说,我已经帮助很多人。不许骄傲。 不许骄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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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哥伦德前书》第三章说,有栽种的、有撒种的,但谁叫他生长呢?是神。 所以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不要紧,神会做共,我就去做好我的。 神给我这个感动,因为传福音必定有被拒绝,是不是? 我也曾经很多次被拒绝,神就帮助我要处理。我们在外面传福音必定有人拒绝的,心里不舒服,神就要我处理。 神给我这个意念,有一天你来到天堂,这个人站在那里,他没有清楚。但耶稣会说,我的儿女曾经向你传福音,是你没有信。 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是荣耀神的。第一,是荣耀神。 而且第二,神为纪念我们所做,也赏赐,不看后果,看你有没有能力。 当然我们希望有好的后果,我真心想好的后果,但没有好的后果,我也不介意。 这样的话,你回来,帮助人,你就说,感谢神,今天我帮助一个人,明天可以再来。 也可以评估我们所做的,怎样做得更好。 你可以请务虚、虚母,给你意见,怎样做得更好。 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些时间,你来。 什么时间来,一起祷告啊,一起扶恤这些人啊,或者是在街上帮助人啊,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 不需要很高的程度,我们每一个都可以。 或者任何地方,圣经说什么呢? 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 接待一人的,必得一人所得的赏赐。 接待牧世世母,必得牧世世母的赏赐。 所以,很简单是不是? 你对牧世说,牧世你做得很好,我欣赏你,我支持你。 你就去接待牧。 你也牧世你做得很好,我欣赏你,我接待你。 你就得到我的赏赐。 这就是说,我们真的支持他,从心底处支持他,鼓励他们,安慰他们。 鼓励是什么呢?不是说你努力去做,这个不是鼓励,这个是提醒。 鼓励是什么?你做得很好,我欣赏你所做的。 你的话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些提醒。 这是说他们所做的,对你有帮助,对人有帮助。 我看到你努力帮助这些学生,很好,这个是欣赏。 欣赏是鼓励,跟我说一句,欣赏是鼓励。 这样的话,你能够做吗?欣赏牧世世母,也欣赏周围的人,他们有什么好的地方。 结果,这样会就成为一个爱的家庭。 这会更有恩典。 新来的人,我们出外面钓鱼是不是?传福音。 但有些人自动来的,有没有啊?自动来的。 你钓鱼的时候,这个鱼跳上来,跳上来。你要不要啊?你要。 但很多人不要。他们来到家庭,没有人跟他谈话。 鱼来了,没有人要。你可不可以过去?欢迎你啊。 我叫什么名字,很开心,认识你看到你来啊。 我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啊?你可以从这个开始。 你住在哪里啊?你以前有没有去过教堂啊?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助你啊?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难不难啊?不难啊。周围的人都可以。 这样做,神喜悦吗?喜悦。喜悦。会不会上次啊?会。 所以你就说,啊,刚刚我鼓励人,神会喜悦的。 当然我不是说,每次说,啊,我现在有一分了。过一天又有一分了。 我帮着另外一个人,我不是说这样计算。 而是说,我所做的神喜悦,所以我也很轻松。神喜欢我们轻松。 圣经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啊,我心里有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让识。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我的当子是精神的。耶稣的恶是容易的。 所以,他想你轻轻松松服侍神。 整个天国的人都可以服侍神。 从最小的开始,可以吗?每一次你做都鼓励自己。 神喜悦我,神也赏气我。哈利路亚!哈哈哈哈! 就很开心。这样的话,你就得理。也每一天见见神,每一天服侍神。 但不要骄傲。我就是鼓励这里。 我跟顾虚母谈,怎样兴起服侍队。 这个是另一个层次的服侍。有信愿意的。 前天我们为一对夫妻祷告,他们就马上信了主。 丈夫后来还大有喜乐。谁看到的,请你出手。 当天谁在。 非常好。你们看到觉得怎么样了? 很开心。 其实你们也可以做。 当你们有一对服侍队,所训练处理生命, 强强扎民主,强强爱主。 你所做的,神喜悦,神的同在。 互相操练祷告,然后开始服侍。 这个非常有鼓励性。为什么呢? 因为当人经历圣灵,他会很正式经历到神的工作。 信主的机会强很多。 这样的话,就好像当天这个夫妻,信主的机会就很强。 这个就是我给你的模范。你继续去做。 如果你为人祷告,你想一想。 如果你每个星期为一个人祷告,他有些改变,有些祝福。 每个星期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月一个人。 你慢慢为很多人祷告,你帮助过很多人,是不是? 我们来这里,帮助很多人。 我们来这里,帮助很多人。 我也感谢神我们的服侍队来到这里。 他们帮助很多人,每一个神都赏赐,都纪念。 这样的话,我们一生人就会帮助很多人。 而且这个过程也很开心,是不是? 他们帮助很多人。 他们帮助很多人,看了改变,他们都觉得开心。 你们觉得开心吗?他们跟你沟通,也觉得开心。 所以这个服侍是任何人可以做,有圣灵充满。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三个比喻,都是末日的比喻。 第二个三个是讲到服侍的。 第二个比喻,按财干受审判的比喻。 三个仆人,一个五千两银子,二千一千。 然后三个仆人,两个仆人回来,上了五千二千。 神就说,你需要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神就赏赐他,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然后这个一千的埋藏在地里面。 然后他的遭遇是什么样呢? 主人要他,又恶又懒的仆人。 要去到哪里呢?去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 我们不是抗行为得救,我们是信耶稣得救。 但信耶稣,你真有耶稣的生命。 这些人,可以进入天国,也可以进入地狱。 我的帮助,可以对他有很大的改变。 我愿意去用,就在他身上做一件好事。 你愿意吗? 其实你受了训练,就不会很难。 尤其是这些人已经踏进你的教堂。 是不是很容易啊? 这些人都是你可以做的。 你做惯,你就能够去外面去做。 第三个比喻,绵羊,善羊的比喻。 绵羊是坐在主的小子身上,善羊是没有坐在主的小子身上。 绵羊进入哪里啊? 永生。 善羊进入哪里啊? 永行。 永恆的行法。 你怕不怕? 永行怕不怕? 很恐怖,是不是? 永生。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信耶稣得救。 但信耶稣必定有福祉。 其实有几样果子? 信耶稣必定有的果子。 有六样。 第一,继续悔改。 继续悔改离罪。 第二,继续信靠神。 这个是与救援有关的。 悔改信耶稣得救,但你继续这样做。 然后,关系有关的。 亲近神,藏在他里面。 耶稣也藏在他里面。 这样就多借过去。 如果他不藏在主里面, 就好像自己扔在外面,枯干。 人洗起来,扔在哪里啊? 扔在火里。 不藏在耶稣里面。 然后,不爱主。 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主可救。 这个是关系方面。 然后,行为尊重神。 马太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不能进天国。 唯独遵循我天父主的人才能进去。 到那日,便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我不是风流民传道。 风流民赶鬼。 风流民寻许多异能吗? 主就对他说。 我就对他说。 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天国。 我们不是靠行为,但信耶稣就有行为。 然后第六要,侍奉。 没有侍奉的,进入外面黑暗里。 进入永行。 不是靠行为。 但你真信耶稣,你总有一些福祉。 总会帮助人,是不是? 一生人总会鼓励人,想帮助人信耶稣。 但你不要说,我已经做过一次了,够了。 不是一次,而是你整个生命都是这样。 这样的话,神就喜悦你。 这六样果子,信耶稣必要的果子。 继续悔改,离罪。 征恨罪离罪。 信靠神。 亲近神。 爱神。 尊重神。 服侍神。 我希望你们听到, 服侍神每一样一杯凉水,神很喜悦。 关心人,神很喜悦。 帮助这些学生,神很喜悦。 我会告诉你,集体的帮助,有些手他们不会信。 但个别的。 世母可以问他们,谁愿意信耶稣? 谁愿意跟从耶稣,认识耶稣的举手。 你看到谁举手,你就个别的跟他们谈话。 这个果哨,必定有果哨。 将来必定有果哨。 将来必定有果哨。 将会必定会增长。 但这个需要我们怎样呢? 被神掌管。 被自己掌管能不能够掌管神的荣耀吗? 不能。 但被神掌管,你的生命必定是充满荣耀。 每一个程度去不同的程度,不要停。 按照你所做的,能够做的,你一步一步的提升。 很重要的是,不能逃脱。 四篇二十四篇一节,刚才我所读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我们都属耶和华,不能逃脱。 我以前有这个观念。 我犯了罪,求耶稣赦免就可以了。 但我说,犯了罪,神不喜悦。 这个罪也影响我,影响我缘的关系。 所以犯了罪,你求神赦免,祂会赦免。 但这个罪的后果仍在。 罪的后果仍在。 我们对人不好,就破坏关系。 也破坏与神的关系。 你发觉,基督徒如果常常犯罪,求神赦免。 神赦免,但他与神的关系必定有困难。 没有这个平关系了。 我现在,真的,我任何罪的意念, 任何的不喜欢人,马上说,不需要喜欢人,不需要不喜欢人,人不好, 是他的问题,我放手。 但我祝福他,我提示他,我知道他有困难, 所以我祝福他,我的心就平稳、安静,不被影响。 我提示他,慢慢更喜欢他,更爱他。 我就处理所有里面的负面的想法。 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跟从人,我就处理。 这样的话,我的生命就会提升。 你也可以的。 我想问你们,你们中间谁,愿意走这条路。 神给我这个图画,一个屋子。 屋顶上面写,屋顶上面写。 神掌管一切,跟我说。 没有人能逃脱。 没有人能逃脱。 右边是, 亲近神,尊重神,必蒙福。 不适奉神,必有破坏性。 不适奉神,必有破坏性。 你想哪一边呢? 右边还是左边呢? 右边。 谁真的说,我愿意今天开始, 尝尝尽神,尊重神。 问牧师师母,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你的福士。 谁愿意的,请你举手。 谁愿意。 从最简单的开始,神必定喜悦。 我希望你的心说,这条蒙福的路, 真的蒙福。 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开心。 我们一起站起来打。 天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是欣赏人的神。 我们为你做什么,你都很欣赏。 我们对你有心,你很欣赏。 你知道我们的心。 主啊,我们每个人的心,你都知道。 我们的确有很多软弱, 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当我们悔改,天上都要为我们喜乐。 当我们真心说,我做得不好,我自己掌管自己生命,我没有做得好,求神赦免。 神就赦免,神也很喜乐,神也很开心,你真的悔改。 当我们真心对神说,我真的得罪你,我真的做得不好,没有奖学神的荣耀,求神赦免。 神就很喜乐,神就信起我们,感谢天父,当我们愿意处理生命,常常活着神的哀众。 我们为神做了任何小事,一杯凉水也不能不得赏赐。 借待牧师师母也必得赏赐,借待任何的信徒也必得赏赐。 我们感谢天父,你真美好,你真美好,神真美好,你的属性真美好,你的心情真美好。 你里面充满爱,充满接纳,充满平安,充满轻松,充满力量,充满智慧。 所以,你也欣赏人,你赐人力量,你帮助我们,你提升我们,你的里面总是美好的我们。 主啊,我们不能逃脱你的眼目,我们不要逃脱你的眼目,我们要活在你的里面。 主啊,我们可以,我们一起胜高,是的,我可以的,靠着主,我凡事都能做,一起胜高。 靠着主,我凡事都能做。 你就一起胜高,一起胜高,神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自己胜高,神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就向神说出来,神啊,我可以怎样被你使用。 主啊,我所做就有永恒的福气,神啊,永恒的福气领导我们身上。 主啊,我们感谢赞民你真好,神真美好,耶稣真美好,耶稣真美好,耶稣真美上,神真美好,我们喜欢什么,我们感激神,我们要服侍神,走在神的路上。 主啊,我们感谢天父,祂真美天父,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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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神感动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想做的,求神感动我们,对我们有启示,现在对我们说话,有什么地方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求神现在对我们说话。 求神 보神,就是圣诞,flowing地書,珍 את Watching世ні十分! 所以说话。 现在我问大家,刚才,你问神,我有什么可以做的,你可不可以现在大声说出来,在你的座位当然说出来。 我想讓更多的華人知道同心教會,知道有基督耶穌的存在, 讓更多人知道仰望上帝是最真實的。 非常好,非常好,感謝你。 我想問你,你怎樣讓他們知道呢? 比如說,這次春節,2月17日的春節,我們是由我來主持跟策劃單之一。 然後那天我們唱了一首《為愛而生》這首歌曲, 然後我就得了一個感動說,為什麼我們組的合唱團在春節裡面演出呢? 也會讓更多人聽到那個上帝的聲音。 然後呢,這個事情也基本上促成了。 那麼當然現在有點困難,但是合唱團是要去唱的,已經確定了有17號。 那麼我想那天會幾千人到現場。 也許從這個方面,他們能聽到這首歌, 這麼好聽的歌曲,這首歌,大家都會過來問。 還有一個呢,就是身邊的朋友,做生意的朋友, 我覺得要微信啊,Facebook,要做這些方面的事情。 是的,非常好。 你說得很具體,具體說出來非常好。 這個也是我們侍奉的人,願意被神使用, 都能夠具體說出來什麼地方可以做。 其實網上是很有幫助的。 或者是Facebook啊,Youtube啊。 或者是Facebook啊,Youtube啊。 是Facebook在那邊。